进入1月,对于全美纳税人来说是忙碌的时期,并且还是一个回顾财务状况并努力改善新一年的绝佳时机。 目前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收集税务文件,已被在税务申报截止日期前完成税务申报。 那在2024年,对于所有纳税人来说,还将有一个额外的刺激因素迫使大家迅速行动, 那就是税务局放福利,将有千万报税人获得更高比例的退税金额。 与此同时,国税局新推免费报税系统已经在11个州开始启动,这又给不少人带来实际的优惠。 去年,退款对许多人来说较小,时任国税局局长在当时表示,这是因为纳税人不会再收到额外的刺激支付, 因为2022年的经济状况不再允许冲击支付,但对于那些在2023年申报的人来说,退款可能会再次变大。 尽管通货膨胀在过去几年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国税局调整了一些规定以应对这种经济困扰, 因此,他们将税收档次提高了7.1%。 对于那些收入被通货膨胀超越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多达10%的额外退款。 对于报税这件事来说,基本上就是以早不以迟,毕竟该拿的退税放在IRS那里,可是没有什么利息可拿的。 同时如果要是一不小心错过了报税截止日,可能还会收到昂贵的罚款。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规定,如果你欠税而未能按时报税,将会因为按时报税而受到罚款。 为按时报税的罚款通常为欠税额的每个月或每个月的一部分的5%,最高不超过2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并非每个纳税人都会如期获得退税,尤其是持有大额1099税单的纳税人来说,可能还需要向移民局补交一份税款。 那如果此时能够早日得知具体的付款金额,或许可以让纳税人有更从容的时间来制定支付计划。 这样就不会出现一时间资金链断裂的尴尬局面。 为了鼓励大家早日完成报税,国税局今年也是不遗余力地推出了一套全新的报税系统。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将是一套完全免费的且提供全方位指导的报税软件。 据悉该免费报税系统将在报税季开始时,向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多个州的纳税人开放。 美国国税局表示,该在线工具被称为直接归档, 将提供分布指导和实时支持,但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有资格。 作为分阶段推出的一部分,Direct File最初将向其他11个州的政府雇员开放, 其中分别有亚里桑那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 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 德克萨斯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 同时,对于第一波试点计划,资格还取决于联邦纳税申报表的简单程度逐项扣除, 额外零工或商业收入以及某些税收抵免不符合资格。 一位发言人告诉媒体,根据Direct File的成功, 国税局计划在3月份之前向12个参与州的私营部门雇员开放访问权限。 这项免费申报服务是由税务专家、产品经理、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和数据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国税局内部构建的。 它与免费文件工具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收入上限。 美国国税局表示,直接申报是一种额外选项,有助于简化报税流程, 但没有义务使用它,也不会取代任何现有选项。 对于一些厌倦了报税服务收费的纳税人来说,直接归档可能是一种受欢迎的体验。 在上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裁定流行的税务软件公司TurboTax将其一款简单报税产品称为免费版,欺骗了客户。 FTC发现大多数纳税人不符合申报资格,因此没有资格向TurboTax免费申报。 据了解,FTC于2022年首次针对欺骗性广告起诉TurboTax的所有者Intuit, 该机构称,大多数报税者无法使用该公司的免费服务,比如那些因打零工获得1099表格的人,或者那些赚取农场收入的人。 据FTC称,TurboTax将其产品宣传为免费误导了这些客户。 去年,美国50个州与Intuit达成和解,后者涉嫌引导数百万低收入美国人放弃联邦政府支持的免费报税服务,使用该公司的付费版本的申报服务。 而目前,由国税局这种级别的国家队亲自出手,推出全新的免费报税系统,或许给TurboTax这种欺诈行为的最大惩罚,同时也是给所有纳税人带来了切实便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 点赞并 meta币 点赞并 感谢观看